屁幕离队 珠方宇 四字摊牌 威慕斯 三支球队抛出橄榄枝 球迷期待 欢迎大家收看本视频 视频开头 劳烦大家常按点点赞 你的点赞会让更多喜欢威慕斯的球迷看到这个视频 感谢大家的支持 北京时间5月7日 广东队进入休赛期之后 在人员方面也是做了调整 首先是广东队的主教练杜峰要带领中国篮篮出战 试预赛 亚运会和亚洲杯的比赛 广东队也是临时更换了主教练 让杜峰能够专心带领中国篮篮参加比赛 在球员方面人员调整 莱多基本上是不可能和广东队继续续约 而广东队的三冠王功臣威慕斯也是落寞离队 目前威慕斯已经离开广东回到美国 在之前广东一档体育节目当中 威慕斯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很想留在广东队 同时也特别想在CBA退役 威慕斯甚至把薪资降到了60万 这也看得出来 威慕斯为了留在广东队也是诚意满满 在本个赛季 威慕斯的表现并没有达到预期 本赛季的场均分14分6篮板和之前的几个赛季比起来下降了太多 但是 威慕斯和广东队有着深厚的情感 在节目当中 威慕斯表示退役后想在篮球学校工作 为更多有天赋的篮球运动员提供帮助 威慕斯向广东队透露了新意之后 朱芳宇也是再一次拒绝 广东队目标就是冲击总冠军 在广东队没有价值的球员都会被淘汰出局 这也是竞技体育最残酷的一面 威慕斯在过去的几个赛季当中表现非常的优异 为广东队夺冠立下了大功 但是广东队想要继续实现夺冠的目标 就必须淘汰状态下滑比较严重的球员 这样才能够保证广东队实现冲冠的目标 如果朱芳宇不去这样做的话 那么离开广东队的将会是朱芳宇自己 对于威慕斯自愿降薪 留在广东队 朱芳宇也是四字回韵 凌确误览 不过威慕斯在之前的采访当中也表示 如果广东队不能够和自己续业的话 他将会选择CBA的其他球队 威慕斯35岁在体力方面还是不错的 毕竟向山东队的外员哈德森已经38岁依然活跃在赛场上 威慕斯表示目前还没有退役的想法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威慕斯已经处于职业的末期 想要多挣一点钱并没有错 同时 威慕斯在退役后 想在广州开办篮球培训学校 为中国的篮球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也得到了球迷们的支持 毕竟CBA每年的外员非常的多 但是真正能够像威慕斯这样喜欢中国的外界球员并不是特别多 威慕斯也表示在适合的机会将会把家人接到中国一起生活 在CBA的球队当中和威慕斯一样喜欢中国的大概只有马不理的 根据消息称目前也只有几支球队向威慕斯抛出了改缆支 不过威慕斯最终的去向需要他从美国回到中国之后再做决定 最后我们也注意威慕斯在新的球队有更好的表现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